无论你是否准备开通一个赚钱的YouTube频道,或者已经快要达到YouTube广告开通条件,都绕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广告收入汇款到中国银行卡内。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区的AdSense收款也变得越来越麻烦。 以前常用的西联汇款,派安营收款方法已经不能使用了。 今天,小微会教大家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收款并顺利地转账到中国银联卡。 当你的频道满足了YouTube的最低订阅和观看时长要求,就可以申请开通广告收益了。 打开你的YouTube频道,点击左侧《Monetization》选项,就可以开通广告收益了。 开通收益需要三个步骤,第一,同意YouTube相关条款,第二,开通AdSense账号。 第三步,开通收益。 如果你没有AdSense账号,打开Google,搜索AdSense,就可以注册一个账号了。 注册过程是非常简单的,注册完成后,Google会按照你的地址,以平信的方法,为你发送一个片码来确认你的账号。 如果你无法收到这封邮件,你只需把邮寄次数用完,然后联系Google验证即可。 完成注册后,你还需要完善你的税务信息。 点击添加税务信息按钮,就可以开始添加相关内容了。 第一步,账户类型选择Individual个人。 第二步,是否是美国公民选项选择否。 下一步,选择W8税务表格类型。 我们一般选择W8BIM表格。 选择完成后,就开始填写税务信息了。 纳税身份Tax Identity一栏,首先填写你的姓名,DBA一栏不用填写,国家一栏选择中国。 纳税人识别号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一栏,在Forentine一栏填写你的中国身份证号码。 Ustin SSN一栏不用填写。 填写完成后进入下一步。 在地址一栏,分别填写你的街道地址、区县、城市、省份、邮编,就可以了。 邮寄地址可以勾选相同。 第三步,填写税务协定Tax Treaty。 分别选择Yes,中国,然后勾选下方选项。 Special Rates and Conditions一栏,首先选择Services,Such as AdSense,预扣税率选择0%,并在下方勾选条款。 下面两个选项分别是电影电视和其他版权,预扣税率分别选择最低值10%,勾选相关条款即可,并且不要忘记选择具体条款。 选择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第四步,Document Preview,文件预览,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即可。 第五步,Certification保证。 分别勾选第一项,并且输入你的真实姓名即可完成,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第六步,Activities and Services Performed in US and Affidavit,在美国进行的活动和宣誓书。 第一项,选择No,并勾选下方条款。 证明自己并没有在美国从事任何活动。 下面一栏,如果你从未通过AdSense收款,勾选第一项。 如果曾经通过AdSense收过款,就选择下方的第二项。 选择完成后进入下一步。 第七步,Tax Reporting税务报告,选择第一项五指化报告,然后勾选同意就可以了。 打开你的电子邮箱,就可以收到一封确认邮件,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税收信息的提交。 完成以上步骤,打开AdSense,点击收款选项。 因为你的PIN码地址是在中国地区,那么,你就会只有一种收款方法。 那就是,直接电汇到中国国内银行。 打开AdSense,并选择添加收款方式,我们就进入到了以下页面。 分别填写你的姓名,开户行全称英文地址,Swift码,以及你的银行卡号。 这些资料你可以在当地的各大银行询问大唐经理,即可获得。 第一种方法,使用招商银行一卡通收款。 相比其他银行的结售会业务,招商银行有以下几点优势。 第一,你不需要提供证明文件。 第二,没有手续费。 第三,结售会非常方便。 第二种方法,使用中国银行收款。 除了招商银行,你还可以使用中国银行来进行收款。 相比其他大型国有银行,中国银行的国际业务办理速度还是非常高效的。 如果在收款过程中遇到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话, 你只需要向银行提供谷歌官方收入证明,以及Google AdSense合同就可以了。 申请Google AdSense证明合同的方法。 进入AdSense帮助中心,然后点击页面顶部最右边与我们联系,发送邮件给Google AdSense即可。 完成了以上步骤,大家就可以轻松地收款了。 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留言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再见。